伊朗还了以色列200枚导弹 以色列的所谓铁雄系统 三道螃蟹 没房子住 以色列吃了点亏 所以现在以色列誓言要报复伊朗 要炸核设施 要炸油库 要给伊朗以你可能想象不到的重大的挫伤 教训伊朗 美国什么态度 我们互通了一小孩玩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以色列和美国在一起 美国和以色列在一起 以色列报复伊朗 开打之前要跟美国一块商量 这不刚通过电话吗 拜登那塔尼奥胡 50天来首次通话 重重的还击伊朗 给伊朗教训 叫你不开眼 敢碰 以美组合 所以双方的意见相当一致 以色列已经承诺 要进行毁灭性报复 但是拜登呢 慷慷慈慈的谈了点担心 说是还是不要打伊朗核设施吧 还是不要打伊朗的生产基地吧 拜登 怎么突然间慈悲了 告诉各位 谁都有难的地方 拜登有自己为难的地方 迫于选战压力 他对于以色列大规模种族灭绝行为 不能不支持 又不能支持以色列所有的疯狂激动 这就跟修房子一样 捅开了一道口子 工程越来越大 投入越来越多 怎么才能够结束这场冲突 以色列一个劲的往前冲 根本就没有接受冲突的办法 前五次中东战争都是速战速决 这次打了一年了 现在没尽头 战争的外衣效应正在扩大 所以拜登政府所面临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 拜登在犹太教节日上面 电话会议里边对一群美国的拉比 美国的犹太教的这种传统的宣传家 研究者跟他们说 说正如你们上周已经看到的那样 美国完全支持以色列队 伊朗及其所属的代理人 包括珍珠党 包括哈玛斯 包括胡塞武装进行自卫 美国坚决支持你们 他以为这么说完了之后 下边拉比是欢迎是吧 但是以色列右翼分子那帮右翼拉比 他们不满足于拜登这个表态 因为在他之前 特朗普这个总统候选人已经明确说了 我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核设施 所以拜登这么坚决支持 横下一条心 无论以色列捅了多大的娄子都支持以色列 还是不能让以色列满足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东和北非事务协调员迈格克 对5000多名与会者说 我们美国致力于追究伊朗 对这次袭击的全部责任 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以确保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威慑态势 他反复好几遍讲 伊朗是世界这个恐怖网络的幕后黑手 现在以色列的报复还没有来呀 这个报复什么样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他给出的这个打击的样态是这样的 第一是治命的 治谁的命没说 第二是精确的 第三必须是出人意料的 就是你想不到 上次炸珍珠党的时候 谁能想到 以色列能把民用的通讯设备BP机啊 BP机挂起腰间 给你腰子给你炸穿了 而且他响一声 你拿了一看 蹦 眼睛给你炸瞎了 你再相信以色列干的事 确实你了不到 你不但是你没有这个创意 你没有这个技术 但凡你是个正常的人 这么丧良心的事你能干吗 无差别的轰炸 好多孩子被炸下了眼睛 肚子上炸个大窟窿 然后这不割腰子炸腰子 这都是以色列他们所干的事情 以色列用十几年的时间研究这种 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办法 他们说这就叫出其不易 你想不到的方式 加兰特在访问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单位的时候 说伊朗不会明白发生了什么 或者是什么时候发生 伊朗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现在拜登和内坦尼亚乎通话的细节 我看几家媒体的报道都没讲细节 都讲的非常有限 以色列将如何报复伊朗 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当中 这种报复会在今天晚上发生吗 一会儿明天后天发生 以色列没有拿出具体办法来 但是经过十天的酝酿 报复行动似乎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有人说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呢 不一定要直接针对伊朗本土 例如德黑兰 而是选择更为谨慎的打击方式 这个打击呢 要起到一时几秒的作用 所以以色列的报复的方向是什么 现在大家都在猜 以色列如果再还手打起来呀 这也麻烦了 前面就在北京中秋一个赏业活动上 我见了中东的一些国家的代表 哎呀 大家的说法不太一样啊 最难受的国家不一定是伊朗 也不一定就是巴勒斯坦呀 黎巴嫩也门未必 最难受的国家可能为伊朗和以色列之间 他们常年用自己身体在两个国家之间争斗 很难受 惹不起 伊朗两次袭击以色列都经过他的领空 特别是最近200枚导弹机 几乎于齐发 所以你看看满天小星星 飘洋过海到达以色列 这个国家是谁 约旦 200枚炸弹经过约旦 你看 以色列誓言报复迟迟没动手 约旦领空可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你如果用F16战斗机远程轰炸伊朗 你必须得经过约旦领空 如果不经过F16战斗机 炸完了以后回不来了 续航能力不足 所以现在呢 两个国家之间 约旦其实可以算作是以色列的准盟友 但是在国家利益 人民安全之上 约旦这个国家 现在还不敢做出决定 允许别国的导弹飞机 无人机侵犯自己的领空 简单说 用咱们老百姓的懂的词 以色列如果打击伊朗本土 你至少得给约旦备案 约旦当然不愿意惹事 而且约旦他自己也必须启动呢 防空于爱 他即使不敢拦截以色列的 至少他要拦截伊朗 所以现在加沙的战争的外衣效应扩大了 整个中东全都绞进来了 有人说这已经是第六次中东战争了 有人说第六次中东战争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视频 北京市东城区金敏斯马兰 再见